1874年,戴眼镜的汉口道台和围剑,身着胸带刺绣补兹的冬季朝服,像挂潮珠,俄国摄影师阿道夫拍摄,在此之前,英国摄影师约翰·汤姆逊,也为何大人拍过照片,领两江总督刘坤一,乡军速将,殷平定太平天国的军功获升迁,他是洋务派大臣,曾提出新学与才,整顿朝政,兼采西法等主张。 多被清廷采纳。但他反对康、梁发起的误需变法。1870年,时任直立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,十年四十七岁,这一年,李鸿章接任他的老师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。他一生以外交能守自负,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。 讽刺的是,在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时,列强最喜欢跟李鸿章谈判,甚至指定他前来谈判。1870年,梁广总督李汉章,李鸿章的亲哥哥,李汉章也是晚清能神,在乡军中办理梁台起家,先后担任湖南巡抚。 浙江巡抚,湖广总督,四川总督,梁广总督等,但其名气却远远没有李鸿章那么大。 1909年,河南安阳,被摄政王在封解除官职的袁世凯,此刻他正在环上过着乡村野居般的生活。 事实上,他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政治的关注,他家里设了电报房,随时打听北京的消息。 他的那些北洋系的同僚,也常常向他请示记忆。 1890年,云贵总督王文韶,王文韶是洋务大臣,主张加强海防,在兴修水利,开墾农田,兴办学校等方面有很多建树。 奏社北洋大学堂,铁路官学堂,御财馆,额文馆等等,为国家造就一批人才。 1906年到1908年间,山西安查史丁宝全,这张照片是他送给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比寻的。 担任安查史后,丁宝全升迁很快,1908年任山西省部政史,1909年11月任山西省巡抚,民国初期任全国水利局副总裁, 1915年后决以世晋。 1904年,屈父,孔子第76代孙孔令义,世袭衍圣工,他身旁是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画像,英国人装饰敦所赠。 孔令义的主要功绩体现在教育上,他曾奉至稽查山东学务,急资新版学堂。 1905年,福州、密哲总督崇善自幼庭、满洲相红其人,十年74岁,他拥有福州将军、明海关监督、传政大臣、福建严政大臣等众多头衔,最重要的是尚书贤,说明他的品级是一品大员。 两广总督瑞林、叶赫纳拉市、满洲正兰其人,与慈禧太后瞻亲戴骨、约翰·汤姆逊拍摄,时间当在1868年到1869年之间,曾在防晓太平天国北伐军,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立下大功,在两广任职期间,大力减除土匪、海盗。